当然我们看这个点位图的话呢 一下两下的还看不出来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我画的这个图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是一个整体的图 在这个图上呢 我就把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连接关系 就是这样我们先做一个框图出来 做一个框图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形成一个整体观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地方来看 先从电池连接座这里来看 彭老师在讲这个理论课的时候呢 已经给大家提过啊 特别是开机电路里面 我们这个电池呢 是要扣在这个电池连接器上的 是吧 我们电池连接座呢 一般会有这么三种类型的角 第一个啊 就是我们的电池正极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电池的负极 是吧 中间的这个呢 是我们电池信息检测角 电池正啊 电池负 电池的负极 接地 电池的负极 通常都是直接接地的 然后从电池的正极过来 经过我们的充电管理芯片 然后再经过这个外部的一个MOS管 出来以后 形成了我们的主供电 电池正极电压 是吧 进入我们充电管理芯片 经过充电管理芯片 出来啊 形成了我们的主供电啊 当然外部呢 还有一个MOS管 原则上我们主供电的电压呢 和我们的这个电池电压是一样的啊 电池电压等于多少 主供电的电压呢 就等于多少 那么我们昨天看的这个图啊 PPVDD们 这一路供电呢 就是主供电 在主供电上呢 他接了很多很多的电容啊 我们昨天也大概数了一下有十几个电容 是吧 这里有十几个电容 刚开始呢 我们也提问了 有同学呢 回答这十几个电容啊 全部都是并联的关系 那么我们昨天呢 还留了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这十几个电容是并联的关系 那么这一路主供电过来之后啊 和这个芯片是什么样的连接关系 这里是我们的主供电 这里是主供电 进来之后 他是给到我们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是吧 那么电源管理芯片 和他之前进入的这些电容啊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关系 是并联的啊 还是串联的 还是混联的 当然我们原理图上呢 这里并没有画这个电源的接地的 这块是没有画 他单独画了 就是我们这个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呢 他把所有的接地角呢 单独画在一个 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整个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呢 他分成了五个单元 啊他把接地角 全部集中在第五个模块这里啊 第五个模块上面 他把所有的接地角呢 统一的 画在了一起 换句话来讲呢 其实我们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他也是有接地角的 外面的电容和这个芯片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关系呢 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啊 有同学已经回答了啊 并联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电容呢 他输入端输入端的这些绿波电容和我们整个这个芯片是一个并联的关系 你可以把这个芯片的看成是一个整体看成是一个设备是吧 和输入端的这个电容呢 他是一个并联的关系 然后我们在输入端这里呢 有一大堆电容啊 全部都是并联的关系和整条线路呢 全都是并联的关系 那么我们昨天呢也单独测量了一下这个电容两端 如果单独测量电容两端的话呢 什么都测不到 也就是说我们电容如果是一颗好的电容的话呢 他两端是不同的啊 如果你用万云表的阿机关档单独测量电容的话呢 你是什么都测不到的 我测到的值呢是一个无群大 那么现在呢 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线测量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红表笔接地啊 黑表笔测量 然后我们红表笔啊 测量的时候我们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测量电容上面的这个非接地端 也就是测量我们这个 呃 PPVDD们啊 这个主供电的输入端 主供电的这里输入端 这个地方我们是用黑表笔来测量的 黑表笔来测量 把红表笔接地啊 然后我们整个芯片他也有接地的地方啊 也是有接地角 中间呢在他的输入端还并联了电容啊 并联了电容 如果单独测量电容两端的话什么都测不到啊 为什么在线测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测到数值 那么现在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测到的这个数值到底是电容的还是芯片的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再从这一幅框图上再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个主工件呢 他从这个充电管理芯片出来以后啊 呃他不单单是给到了我们的主电源芯片 这一路空间呢他同时还给到了我们的很多地方啊 比如说我们的3.4伏电压变换芯片 比如说我们的WiFi模块啊 音频公放啊 再比如说啊 当然他这个线路上面还并联了一些电容 还后面会给到我们的 有些时候呢 会给到我们的基带电源 也会给到我们的背光啊 芯片也会给到我们的音频公放 也会给到我们的指指纹声音压IC啊 指纹声音压芯片 所有的这些芯片 它有正极啊 也肯定有负极 因为这些运电设备呢 都是要接正极和负极之后呢 才能正常工作的 因为只有接正极和负极呢 才能新增回路是吧 就没有哪一个芯片呢 它是单独存在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每一个芯片呢 都给它把地线接上啊 比如说我们3.4伏电压变换芯片 这个芯片他要想正常工作的话 他需不需要接地呢 也就是他需不需要负极呢 肯定是需要的 没有哪一个运电设备啊 包括芯片在内的 只有正极没有负极 全部都需要正负极是吧 你家里面的电器呢 在接电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接一个零线 接一个火线的 如果单独接一个火线的话 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的 那么我们的芯片呢也是一样的啊 你们可以把这一个芯片呢 看成是一个运电设备啊 也就是说他要有正有负 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回路 PVDG门啊 主供电 这个呢就是正极 然后呢我们刚开始看的时候呢 电池它的负极呢是接地的 也就是说只要是地线啊 通通都是负极是吧 所以我们所有的芯片呢 要想形成回路 也就是说他这个供电进来之后 进来让这个芯片要工作的话呢 要有 地线啊也就是要有负极 这样的话呢才能形成回路 由正极电流呢从正极流向负极啊 这样才能形成回路 形成回路以后呢这个芯片呢才能正常工作 每一颗芯片都是一样的啊 每一颗芯片都是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源管理芯片啊 电源管理芯片呢也是同理 同样的道理 他也他这个电源芯片要想正常工作 他也需要一个负极啊 那么我们的WiFi模块呢 他需不需要负极呢 他也需要负极啊 WiFi模块他也需要负极 对吧 他也需要接地 那我们的音频工放需不需要负极呢 音频工放同样需要负极是吧 每一颗芯片都需要负极 没有哪一颗芯片说是光接一个正极竞能正常工作的啊 包括我们的背光芯片需不需要负极啊 他肯定也需要接地嘛 他这个芯片上面肯定有接地角啊 所有的芯片上都有接地角 比如说他都要接负极是吧 这是我们基本常识啊 那这个芯片的音频工放啊 也是一样的 啊 我们指纹深压芯片的指纹深压芯片他也需要接负极是吧 这些如果他只接一个正极的话他怎么样 工作呢 工作不了 那么我们射频工放需不需要接地呢 也需要啊 他也需要接负极 好这里呢 我就是列举了这几个芯片啊 包括我们的充电管理芯片是吧 充电管理芯片呢 他也需要接负极 他也需要接地啊 也就是说我们上面列举的所有的芯片 通通都要接地 通通都要接地啊 通通都要接负极 是吧 然后我们的这个电容 所有的电容的这一端啊 都是接地的是吧 供电线路上面呢 他会有很多的滤波电容啊 每一路供电线路上面呢 他都有都有滤波电容 这些滤波电容的特色呢 就是一端接地啊 还有一个强调的呢 就是说这些滤波电容啊 他有容量大的 也有容量小的 有有十几微法的啊 也有二点几微法的 还有一百匹法的 两百匹法的 也就是说容量有大的 也有小的 这个供电线路上面 容量大的 通常是用来储能的 容量小的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单纯的 只是起到一个滤波的作用 大容量的啊 是用来储能的 小容量的是用来滤波的 当然大容量的呢 他也除了储能以外呢 他也有滤波的作用 大容量的电容 他主要是滤出这个低频的干扰信号 然后小容量的啊 也就是说是我们 体积比较小的这种电容呢 他滤出的是高频的干扰信号 所以整个供电线路上面 他会有既有大容量的电容 也有小容量的电容 也就是说他不同大小的电容呢 他都会存在啊 而且这些电容的共同特色特点呢 就是说他电容的一端呢 是接地的 虽然电容的一端是接地的啊 然后我们芯片的一端也是接地的 各个芯片的一端是接地的 然后 整个这一条供电线路上面 整个这条供电线路上面 所接的 上面的这些芯片也好啊 还是这些电容也好 通通的 都是并联的关系啊 全部都是并联的关系 当然在这里啊 这里呢稍微有点特殊 也就是从我们电池连接器的阵级 输出我们电池电压的阵级 也就是PBITTVCC 这一路呢是我们电池电压的阵级 经过充电管理芯片 出来的啊 这个 芯片啊 充电管理芯片内部的这个MOS管 和外部的这个MOS管 和整个电路呢 它并不是并联的关系 这里呢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串联的关系 是吧 哎 这里是一个串联的关系 因为这个电池电压的阵级出来之后呢 他要经过啊 充电管理芯片 才能形成我们的主供电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 他只是 串联啊 串了一个什么呢 串了一个充电管理芯片 串了一个什么 外部的MOS管啊 在这里呢 就形成了一个 串啊 串的关系 这里呢 并不是并的啊 就是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 你要把这个MOS管啊 和这个 和这个充电管理芯片 要看成是一个整体 要看成一个整体 它在整个电路中呢 扮演的是就是 这一条线路啊 它扮演的是一个串联的角色 所以从电池 出来啊 从电池的阵级出来啊 形成主供电以后 再到 我们的PPVDD们啊 再到整机电路的话呢 这里呢 它既有串啊 又有病 所以呢 它是一个混联的关系 但是单从单独的看PPV PPVDD们 单独看这一条线路的话 单独看这一条供电线路的话呢 它后面的负载 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供电上面接的负载 啊 基本上都是什么 并联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 这个供电呢 它是细分了 后面又细分了 那前面这个是电池电压正极 是吧 后面是主供电 这两个供电呢 名称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电压的大小是一样的啊 当然从我们的主电源出来呢 又出来了若干路供电啊 这个PPVDD们 进到我们主主电源以后 又从主电源出来了若干条供电线路啊 因为我们主电源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干什么 降压啊 主电源它上面呢 就是降压 从主电源又出来了若干路供电 对吧 呃 几乎所有机器啊 也就是几乎所有手机里面的电源呢 主电源基本上都是降压的啊 没有深压的 深压电路呢是另外放出来的啊 它是单独的芯片 主电源 主电源呢 主电源呢 它主要是以降压为主啊 嗯 现在我很少发现有主电源 他既负责降压又负责升压的这种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啊 他们是分开的 啊 我们进来的这个主工件的电压呢 一般是 三伏啊 到 四点 二伏 左右 如果是华为的话呢 可以到四点四伏 最高电压是四点四伏 这个电压呢 是比较高的啊 经过我们的主电源降压以后 会得到一伏的工件是吧 会得到0.95伏的工件啊 会得到1.5伏的工件 会得到1.8伏的工件 会得到什么 2.5伏的工件 那么后面的这每一路供电线路上面呢 他又并联了 很多的电容 而且他每一路供电线路上面的后面呢 他除了并联电容 电容以外呢 他在他这个供电线路后面呢 又接了 若干个芯片 是吧 这里呢 他又又形成了另外一种电路 那么我们把这个呢 再稍微画一下 也就是说 假设上面的这个1.0伏的这一路 供电线路上面啊 他也有很多的滤波电容 他的一端是接地的啊 也有很多滤波储能的电容 一端接地 然后这个1.0伏的供电 假设 他是送给什么 CPU的啊 假设他是送给CPU的 那么我们CPU呢 肯定也要干什么 一端接地啊 那么单独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单独看这一路供电了 我们单独要看这个1.0伏的这一路供电 1.0伏的这一路供电 上面的这个电容 和后面的这个CPU上面的这个 呃 输入的这几个角啊 和把这个CPU呢 再看成是一个整体 那么他们在后面呢 他又形成了一些并联的关系 是吧 下面的这一路供电也是同理啊 这个0.95伏的这一路供电上面 他还会再接一些什么 接一些电容啊 一端接地的这种电容 绿波储能电容 然后这一路供电呢 他也会送给CPU的另外一些引脚啊 送给这个CPU的另外一些引脚啊 那么我们把CPU呢 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若干的单元啊 为什么我们CPU上面可能有十几路供电输入呢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CPU看成是若干的模块 集成在一个大的芯片上面 他在内部呢 他又把这个细分了 比如说我们这CPU有四核的 有八核的有十六核的 他内部呢 还有我们的 GPU是吧 还有NPU啊等等 他内部呢 又有很多个单元 他每一个单元呢 他都需要单独的进行供电 所以这些 供电线路呢 他送到 就是这十几路供电线路呢 送给这个CPU 每一条供电线路上面 都会并联一些电容 然后每一路供电线路上面的电容和这个CPU呢 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并联的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iFi模块 是吧 上面是什么 上面是正啊 正极 下面呢 接地是吧 复极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回路是吧 我们的电流呢 就会从正极流入 经过这个芯片是吧 从负极流出 形成回路 我们知道WiFi模块呢 他的固件才会正常啊 有正有负 这个固件才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音频功放也是一样的啊 上面啊 有正下面呢 有负啊 这样的话形成回路是吧 还有旁边啊 有整条整个固件线路上面会接很多很多的电容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大家再去理解的话是不是就更容易去理解 就是我们在运弯印表测量在线测量电容两端的时候啊 运弯印表在线测量电容两端的时候 他测的是整条线路上面的人 所有 连接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什么值 我们的万云表啊 通常我们二机关档呢 测量的时候是红标笔接地的啊 也就是说我们红标笔接地啊 黑表笔去测量某一个电容的两端 你会得到一个 呃压降值或者是得到所谓的组织啊 你会得到也这样一个值 这个值呢 并不是单独的某一个电容的值 而是你被测的这条供电线路上面和它相连的所有元器件的一个值的一个总和 因为这条线路上面所有的元器件都是一个并联的关系 只要你测任意一个元器件的两端 那你测到的值呢 都是一个整条线路上的一个一个并联值黑表笔 假设测WiFi模块的这个供电的输入端是吧 红标笔呢 我们依然接地啊 那你你不要以为你测的是WiFi模块啊 两端 其实你测的是整个这条供电线路上面的所有的元器件的一个 是 因为我们单独测量这个电纹两端 它是测不到任何数值的 其实你测电纹呢 并不是在测电纹 我们电纹是没有读数的啊 云万云表的二级关档呢 电纹是没有读数的 所所谓的这些读数呢 其实是这些半导体芯片 是这个半导体芯片的压降值 那这个假如说我们测这个PPVDD这个主供电的话呢 因为这条主供电上面连接的元器件很多啊 连接的芯片很多 比如说他连接了我们的这个春天管理芯片是吧 还连接了我们三点四伏电压边盘芯片啊 还连接了我们的主电源 连接了我们的WiFi音频供放 连接了背光声音压音频供放 还连接了我们指纹声音压芯片 接待芯片 反正你在这条线路上面啊 任意找一个电容测啊 或者是在某个芯片两端测 测到的值呢 就是他们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压降值啊 和他们并联的一个整体的压降值 还让我们做通过的 这条线路芯片的发布